到下一套,就很難用什麼特別觀點 因為它是一套很硬派的作品 都不是,之前都出過幾套 黑潮那類型 不是再描寫正義的朋友 描寫地下街生活的人 都不是地下街,其實地下秩序 血界戰線那類型 濃縮了,他去了一條街 因為這條街都是獨立的世紀官 你也知道這條街的規矩 有這條街的規矩 這條街的規矩是這條街共同的人 共同物認出來的規矩 他也不是說沒有超人 不過是超人,叫做什麼呢? 沒有外掛 快一點,新化一點 不是眼睛射到死光出來的東西 我們接著講的就是 Gangster 黑街的中文 簡單一點,這套東西一開始就是 應該說這一類型的作品也是 通常主角都是類似萬事屋的形式 因為這樣才可以穿插很多不同 銀魂? 黑暗版銀魂 黑暗版銀魂 大叔版銀魂 故事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純粹你說,叫做什麼呢? 簡單一句可以說 黑幫仇殺 Gangster 不是萬事屋的日常生活嗎? 應該是 都可以的 又未到的 我又覺得 其實 我覺得他的身份又不像是完全的黑幫 黑白兩度都會接觸到 但是他又好像中立的站在中間 他是有黑幫支持或者背景的萬事屋 感覺像西片的殺手片 他們是專門做數字人 應該是否有一種身份比較適合 就是傭兵的身份 又不算是傭兵 傭兵因為你有僱主 但傭兵那種情況就是 你有錢就可以用他們 他就像殺手 他是case by case 今次要殺誰 因為他是可以不接的 傭兵那種 我現在黑街的角度就是 我已經是僱用了你 你沒有的 其實是說你的 你什麼都不是 平靜靜靜 總之 這些所謂佔命一條 但是 你看到就是 主角兩個人 尼克和 丹蘭 金武 做鴨 這兩個角色 其實是 頭兩集他都很清楚表明了 就是 他們 站在那個位置 其實他是什麼 就是剛才我說 他們有黑幫支持 黑幫也就是很多人熟悉他 亦都不敢惹他 亦都是家人的黑幫 亦都是說 找他們叫做什麼 有一些不方便家族出手的問題 找這些所謂叫做中立 中間 中家人 總之說不關我的事 他收錢做事 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怎麼知道他收了哪個錢 你賴我 現在是可以做這些 抵賴的行為 跟家族 總之不方便自己人去做事 不可以在桌面做 他們的桌面都很桌底 但是他又不介意拿錢出來 找人做的工作 是的 故事你說第三個就是 夜人姐所說的 所謂的黑肉 我沒有 我說的黑肉 不是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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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出聲我說的 是夜人姐說的 是啊 是夜人姐說的 對 找人暗殺你 OKOK 你說這個角色 其實現在加入了 因為一次事件 還有羅里 這一次事件裡面 李克他們放過了他 而且還收留了他 要聽電話 這個情況 像不像之前 那套恐怖殘響那套 收留了一個 豬一般的隊友 我覺得遲早會出事 這樣說 至少在三集裡面 他沒有出現 豬一樣隊友 至少 他可以去識有一班 所謂叫做殺手 然後跟著 利用這個機會 那班叫小運運 不是殺手 都可以這樣說的 他是唯一可以做的事 那就錯了 還有我聽電話 那至少 至少他能發揮到 他本身的價值 對呀 但是恐怖殘響那套 是沒有價值的 不是 停一停 大家留意一件事 所謂發揮到 本身的價值 根據薯尼的說法 本身的價值就是黑肉 That's it 他本身的價值 他是妓女 他是槍斧 他用那個詞是槍斧 其實你錯了一件事 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李克不懂說話 不是不懂說話 他聽不到 他是龍的 他聽不到電話 所以當金髮不在 就要人聽電話 槍斧就可以有這個作用 但是你完全是把這個作用 skip了 已經不算買煙 派貨那些東西了 浪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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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簡單 套作品 太多男人 太假 要找個女的穿插一下 不是有女的 就是不簡單 有醫生的助手 那個羅里有多可出場 真的 你現在 你雜雜不見到 他在到處走 但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個就是原因 那不是有阿婆 阿婆 阿婆 阿婆雜仔 不不不 薯苓的口味更突出 大家記住 不漏不漏 你說沒有女的 我現在用女的角度 阿婆不是女的 你雜雜仔 因為夏偉依有可數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有沒有什麼感想 那個post是薯苓出的 怪不得是你出 這麼快 有關我事 還要說 不要只有你自己看到 公知同好 不知道為什麼要收留他 因為其實對他來說 似乎是因為尼克 之前都收留過一個女性 但是跟著他死了 即是他三集裡面 已經鋪了這個事件出來 其實就說 收留他有沒有什麼原因 當然你說 這個就是後續裡面 我相信 其實會跟他兩個人的背景 有些關係 可能他的狀況 是跟他自己 以前的自己 可能背景有點相似 才接納他 阿力斯本身那個case 其實你不需要太理他 老實說 現在收留了他 對他來說 他只不過是因為 他現在無家可歸 所以就暫住 起碼有啞傘 但是動畫的作用 其實是有的 他的作用 就是等於觀眾的角色 其實這兩個男主角 究竟在做什麼 還有他的背景 其實都是很神秘的 暫時來說 我覺得是 從他的眼中 去看這兩個主角 究竟在做什麼 你都可以這樣去看這個角色 當然 你說現在 他一直在說 Rox 他本身 他的角色 其實是 他自己的背景 因為現在描述得最多的是他 就是他 小時候 好像是二十年前 二十二 那就是一個 貴族的私生子 不是 是未做到Batman的人 哈哈 是一個貴族 和一個 現在說到 他應該是同一個 窗戶 即是他老爸 一個窗戶生的 一個小孩 但是很明顯 這些生出來的小孩 就沒有一個很正規的名分 是的 但是他依然會繼續學習 因為他都要代表 好像他是他老爸的兒子 他老爸應該不知道 是他的家族的繼承人 是的 那 純粹就是 你現在看到 他是有超凡的記憶力 就是他應該是 過目不忘 那類人 但他不是超能力 這樣也不是叫超能力 好像他認人的時候 突然間一隻眼睛 會發光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超能力 純粹他的眼睛有些問題 是的 而尼克 其實簡單說得最多的是 他們叫了一種黃昏種的 種族 他們經過一個深化的調整 戰鬥力比較高 戰鬥力很強 而且他們每個黃昏種都會有一九牌 即是軍牌 軍牌其實 我覺得 應該這樣說 整套東西 其實都很黑幫的感覺 但是 我是多不喜歡 就是黃昏種 那個警方叫他們 我就是超級無敵 一爆會強化戰士 然後他就說 我就是這個 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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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踏過 那個牌 感覺很像 他們一開始說 打? 等等 你什麼級別? 即是說你D級就說 你跟我A級打 即是有人騷完軍牌就說你A級 然後A級就大家笑一笑 啊同級啊有得打 即是那個位置其實是 在街上的一些黃昏忠打交情的禮儀 就說打橫打打禮儀 騷了級別先 否則我不值得我動手 即是應該這樣說 無謂見到一個S級我就走 一定不夠抽 不知道有沒有S級 因為我現在見到最高是A0 應該是A0 應該是A0 我估計應該是A1 他沒有說明這個系統是怎樣 但是見到就是 補充一件事 如果大家有留意 他警署通緝令的位置 尼克的通緝Wanted 都是A來的 但是金法是D 他沒有說過他是大牌人 應該都不是 但是其實某程度可以對比到兩個實力的差距 都可以 尼克是戰鬥單位 另一個是吃腦 是 或者保槍 你可以說是很慣常的套腦 一個用腦一個用武力 你說現在所謂的A0 其實沒有一個 我們現在看到的 在三集裡面 就是一個D級 當然對一個A0的例子 就完全沒有還手之力 還要讓他三分鐘 那些黑幫對決就是 他們叫做什麼 從玩命 有些少少玩命的性格 就沒有所謂 就是 我讓你便讓你 反正你都打不贏我 就是好像那些男子大鷗說 我現在讓你兩拳 打完之後就打炒你 現在你說暫時在整套黑街裡面 它是保持到這一種的風格 就是每個人都說 其實殺人 沒有所謂 這條街的秩序 其實你已經很清楚看到 殺人是一件很尋常的事 但是會不會像你上次說 有種血界戰線的味道 就是你代入到就好看 代入不到就不好看 這個我覺得就是 代入性你未需要到這麼大 因為純粹說 黑幫鐵 起碼爾行者肯看 黑幫鐵 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血界戰線那種狀況 就是它太跳線了 因為它不是現實會發生的事情 即使用一些超能力 或者用一些血造成的那種能力 還有連貫性很低 是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比較 兩套是不同的 我只是純粹一個世界觀 你可以描述出來的世界觀 是的 我是一直在說這一點 其實是 即是你能力那些東西 其實它現在也有 你說會不會是X級的 原來是高爾火爾的 我相信它不會走到那種風格 即是夏威夷和航母 因為其實它現在 現在這套已經出得快一點 這套已經出了四集 出了四集 我看下去 就不會走來這個很誇張的路線 但是這樣說 其實這件事為止 其實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主線 究竟他們是想做什麼 因為在這條街上 其實看到這條街是沒有出路的 即是這條街就是叫做什麼呢 大家打打殺殺 找餐吃 然後總有一天 你也是會死的 應該說你越生存在這條街內 你就會被這條街同化了 你會永遠都是這樣 睿智的阿婆也跟Alex說過 不要留那麼久這條街 你會腐化 對 所以其實阿婆這條街最強的 女人 對 她是X級的 你不要懷疑 但整體上 我也是說 我今天上是挺好的 吃風格 其實這條街都是吃風格 暫時不知道主線說什麼 判斷不了她究竟是否做得好 但戰鬥來說 槍的戰鬥和冷兵器 暫時來說 我覺得是不過不失的 我不會很著重看這條街的戰鬥風格 我會著重看這條街道的獨有的魅力 對 那我們這條街道就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